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联想拯救者在双十一期间推出了自己的游戏鼠标 本来我的兴趣不是很大 但很多人在我的外设推荐清单下面问 所以我也入手了一个 单看纸面参数的话 这款鼠标我觉得是非常卷的 我还专门发了一个动态 这款拯救者M7三模无线游戏鼠标具体表现如何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吧 首先是包装 外观是很简洁的黑色主题天地盖设计 正面印着联想的商标logo和鼠标的名称 背面则是鼠标的详细参入图 很多人在评论区关心的续航问题 在外包装可以看到电池是800毫安的 这在无线鼠标里已经算很大的了 所以续航问题我觉得不用去担心 要知道现在我最常用的魁首V3 Pro 电池也只有300毫安 打开包装后就可以看到鼠标本体了 拿出鼠标再取下塑料隔板 就可以取出不用看的说明书 还有一根散生数据线了 数据线的柔软度很不错 虽然对于无线鼠标来说 线材的柔软度要求没有那么高 但很多人并不会天天去充电 大部分人还是等鼠标没电了 直接插上线 当有线鼠标用 一边充一边用 所以我觉得软点还是挺好的 反正散生线现在也不是啥线的东西了 能给还是要给上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鼠标本体 鼠标上手的第一感觉 我就觉得非常熟悉 因为它和炼玉魁首V3 Pro的手感 实在是太像了 我们放到一起去对比 确实是亦父亦母的亲兄弟 虽然模具非常相像 但手感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M7的手心支撑要稍微弱一些 起初我还以为是拯救者 这个大外灯槽挖去一部分导致的 但从鼠标的后方去看 最高处并不是挖去的部分 所以我用游标卡尺量了一下 M7的背高果然要比 魁首V3 Pro矮了1.7毫米 这样可以让掌心到手指的 手感过度更加平和 但对掌心的支撑力也有所减小 日常办公的话会感觉有点费力 虽然是有手有得了 鼠标的2.4G收纳仓 是放到了鼠标底面的尾部 虽然接收器放到里面看着有点松 但吸的很牢固 用力甩也完全不会掉出来 M7的重量实测是78克 这个重量放到追求轻量化的 现在确实谈不上优秀 但作为一款大手鼠标 而且还搭载了800mAh电池和RGB灯光 将重量控制在80克以内 也确实能看出来 联想已经很努力在减重了 传感器使用了目前的旗舰级PAW3395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最高支持26000dpi 650的IPS和50G的加速度 说人话就是已经超越了 人类使用的范畴 我自己是一个FPS游戏菜逼 问了几个大神 他们的说法是 鼠标本身 鼠标脚贴和鼠标垫 都会影响到游戏的发挥 但到底什么鼠标 加什么脚贴 加什么鼠标垫 是最适合电竞的 谁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Pro Setting上统计的 职业哥用的装备也都不一样 这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因为手感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量化 但大家为了传感器不成为瓶颈 所以一般都会购买 旗舰级别的传感器的鼠标 不过这个也难说 没准Niko换个贴拔神鼠 待机严选 也就不会游着远组回家了 但是我能肯定的是 就算他用ThinkPad的小红点 我也打不过他 在我这几天的使用过程中 有两个地方我不太适应 一个是鼠标的外涂层 这个涂层是偏磨砂质感的 不沾指纹和汗 但是握感有些粗糙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涂层 还有一个就是狙击键的位置 狙击键我和北方的感觉不一样 由于他是超大手 大拇哥也比较长 所以对于他来说 狙击键是一个有效按键 按起来也比较方便 坏处就是这个位置 可能会影响原本的握持姿势 当然也不用担心误触 因为这颗狙击键是可以在驱动里 设置成无效按键的 我就不太一样了 由于我是中手 加上这个模具又是大手模具 所以我正常趴握 大拇指是完全碰不到这颗狙击键的 误触问题倒是解决了 但这颗键对我来说 完全变成了无效按键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大手 这颗按键对你来说 正常使用是可以按动的 你可能也要花费一些时间 来适应它的存在 鼠标的按键采用的是光学微动 光微动的手感都是偏脆的 优势就是基本上 不可能会出现双击的情况 但缺点就是 普遍的手感偏硬偏脆 有的人会喜欢 当然也有的人用惯了 传统的机械微动的手感 所以光微动具体是好是坏 就要见仁见智了 但是现在市场更倾向于光微动的 可能是因为光微动更受欢迎 也可能是因为光微动的 售后问题比较少 因为不容易出现双击问题嘛 大厂比如说雷蛇 除了87大蛇V2 几乎全系都换完了光微动 M7这个光微动的表现也还行 回弹干脆 声音脆响 老P4的左键是有异响的 我后面收到了两只新的M7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拯救者M7还有一个很亮眼的配置 那就是无极滚轮 M7和我们非常熟悉的G502一样 都搭载了无极滚轮 在滚轮下方有一个滚轮切换按钮 可以自由切换断楼滚轮模式 和无极滚轮模式 这个功能说实话 在这个价位是比较牛逼的 办公的时候浏览网页可以一拉到底 闲得没事还可以当解压玩具玩 打游戏的时候 是可以切换为断楼滚轮模式 进行滚轮跳或者TS 不开无极滚轮的话 刻度感是比较明显的 声音也比较大 而且这个滚轮是四项的 左波和右波也都能触发不同的功能 总之这款鼠标的滚轮我是给好评的 因为这个价格 搭载四项无极滚轮的无线游戏鼠标 确实不多见 顺带一提 我看网上有人说 这个晃动这款鼠标 滚轮会有异响 其实无极滚轮都有这个毛病 G502也是 这并不是质量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鼠标的驱动 驱动整体是黑色为主题 联想作为一个大厂 UI设计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驱动里面可以单独设置鼠标的按键 灵敏度预设 以及鼠标的灯光效果和参数 在参数界面 也可以调整鼠标的滚动速度 回报率和ROD 也就是响应高度 另外这款鼠标也支持红 GTA5里面卡前置可以用得到 然后我们来拆解鼠标 首先用吹风机加热脚贴 然后就可以把脚贴撕下来 将鼠标底壳上的四个螺丝拧下 就可以打开鼠标了 可以看到它鼠标除了一张主板之外 还有一个分离小板 小板是固定在上盖上的 将小板固定的螺丝取下 就可以取下小板 小板上这个是鼠标的侧键微动 开滑绿点 接着我们在主板上 可以看到鼠标的狙击键微动 也是开滑绿点 鼠标的左右主键 使用的微动品牌为RESHA 我一开始以为是雷蛇的光微动 但我查了一下才知道 这个RESHA是一个叫瑞翼莎的品牌 是一个专门做光学开关的品牌 主营就是光微动和光轴 电充量为800毫安 我们可以看到传感器在鼠标下面 看一下这款鼠标的滚轮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无极滚轮和G502是一样的 是依靠类似于刹车片的结构来实现的 在滚轮模式切换按键的控制下 它的刹车片会远离或者贴紧 滚轮上的纸轮 以此来实现滚轮两种模式 五项滚轮的按压和左拨右拨 是依靠方形的滚轮触发的 因为滚轮并不是固定在这个鼠标内部的 所以它晃动起来会有异想 而且无极滚轮的刹车片 它本身也是会晃动的 这两点就是造成它异想的原因 然后我们来解决一下它的空间层问题 在按键盖所伸出的按键柱上 我们贴上几层特弗龙胶带 这里推荐大家每贴上一层 盖一下试试 直到完全消除空间仪为止 我是左键贴了四层 右键贴了两层 然后将鼠标组装好 脚贴我是将原来的贴上去直接用了 如果你们觉得贴上之后 没有原本那么平整 那也可以买特弗龙或者玻璃的小圆点贴上去 除了首发P4 新批色的M7已经解决了空间层和左键异响的问题 这款产品原本的两个最大的缺陷已经解决了 联想在产品的改动和优化上还是非常迅速的 拯救者M7的电池容量是800毫安 这个容量在无线鼠标里算很大的 仅次于最近另一个大火的爆品 就是雷神的ML703 Pro的1000毫安 但是M7的重量只有80克 而ML703 Pro有105克 同样是大手术 M7还是考虑到了重量的问题 拯救者M7是支持三摩无线连接的 因为蓝牙连接功耗是很低的 我到手之后除了打游戏用的都是蓝牙连接 用到现在鼠标依然还有电 而且一直开着灯 所以蓝牙模式下 开灯用个一个礼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纯2.4G模式加开RGB灯光的情况下 每天使用12小时 大概三天一充 续航表现还算不错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款产品 拯救者M7虽然还称不上完美 它仅然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狙击的位置不太合理 以及外壳的质感稍微比较廉价 但是它的堆料绝对是同价位最强的 仿魁神模具加PAW3395传感器 无极果头加800毫安时电池 重量还控制到了80克 加上249元的首发价格 这绝对是你能在这个双11 能买到的300元以内 性价比最高的一款三摩无线游戏鼠标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